德云社成立初期,入不敷出难以维持,侯耀文给了郭德纲五万,拿去用,郭德纲不肯接,侯耀文气得把钱拍在桌子上,指着郭德纲说,你记住,德云社不是你一个人的,郭德纲,这是2004年的事,那时候,侯耀文还没收郭德纲为徒,两人在2003年的北京相声小品大赛初次见面,郭德纲和于谦搭档参赛, 侯耀文是评委之一,郭,于组合一路过关斩将,杀到了总决赛,决赛作品《你好北京》笑点云集,包袱一个接一个,观众们被逗得捧腹大笑,评委侯耀文眼里闪着光,他看出郭德纲是个好苗子,好好教导必成大器,可惜这个作品只拿了三等奖,一等奖得主是贾林王瞳 赛后,侯耀文打听到郭德纲创办了一个德云社,带着社团在小剧场演出,于是,他喊上老搭档石副宽,偷偷地去小剧场观看 郭德纲于谦在台上说着相声,表演得很尽兴,没发现台底下的两位相声大家,侯耀文不时点头,感慨万分,德纲是个好苗子啊,他的状态,节奏太到位了,嗓音红亮,土字清晰,而且,他的思维独特,别人很难模仿,就是脸有点黑,个儿有点矮,形象不太阳光, 慢慢的,两人开始熟络起来,听说德云社举步维艰,侯耀文大方地给了郭德纲五万,帮助他渡过了难关 2004年10月,侯耀文更是力排众议,高调收郭德纲为徒,意思是告诫其他人 这孩子以后我照着,你们别想再欺负他了,师徒情维持了三年,侯耀文便猝然离世了,郭德纲痛不欲生,他打心眼里尊重,感激师傅侯耀文 后来知道,师傅生前置办的豪宅玫瑰园,还有几百万尾款没结清 而两位小师妹和师叔侯耀华,因为遗产争得不可开交 郭德纲自掏腰包,出资两千万买下了玫瑰园,既还清了欠款,还给两位小师妹带来了不菲的现金,也算是了清了这笔纠纷 此事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,师叔侯耀华率先发难,有的徒弟是来报恩的,有的徒弟是来报仇的,你要规规矩矩的 媒体也指责他趁火打劫,一时间,郭德纲成为了众矢之地 他无心辩驳,只回应了一句,我良心干净 多年后,郭德纲在自传中回忆这段争议 他写道,冤枉你的人,比你还知道你有多冤枉,一路坎坷走来 所以,他势必极恶如仇 这本自传过得刚好,可谓字字见血,句句情真 他饱含着郭德纲40余年人生路的曲折,坎坷,荣辱,艰辛 既有辛辣讽刺,也含金句良言,两个汉堡的价格 买两本书放在床头,睡前翻一翻,看老郭如何披荆斩棘 领略独到的人生智慧